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宝剑养生,我是小编 我们都知道,高尿酸血症最直接的原因是痛风 一旦发作就会很疼痛 食物是高尿酸的主要原因 所以想要降低尿酸除了清淡的食物 小编还建议大家可以多使用一下这些食物 一,就是疙瘩 疙瘩是一种中药,药是同源 女性使用疙瘩可以提高磁激素水平 帮助排除子宫内的废物 经常饮折的男性也可以通过 摄入疙瘩来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 降低血糖清除血管中的胆固醇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 高尿酸或痛风患者经常使用疙瘩 可以促进体内尿酸的排泄 因为疙瘩富含天然氨基酸 对尿酸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此外,疙瘩中的抑黄铜 还能够加速身体新陈代谢 延缓衰老 二,百合 百合在中医中被视为一种良药 百合能够健脾润肺 提高机体免疫力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 百合中的大量生物碱 可以综合体内的尿酸 从而选择地降低尿酸含量 百合中的蛋白质和多糖 也能滋润干燥清肺 所以大家都使用百合 有利于肺健康 第三就是番茄 尽管番茄吃起来有点酸 但实际上它们属于碱性食物 经常使用一些番茄 有助于排泄血液中的尿酸 减化尿液 促进尿酸的排泄 番茄中含有的钾 还具有利尿消肿和降血压的作用 它有助于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 预防痛风并发症 此外 番茄中的番茄红素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能够有效防止 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 因此 高尿酸患者经常使用番茄 对它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再来就是白菜 白菜所有蔬菜之王的美誉 尽管白菜价格较低 但它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 比梨和苹果含有更多的钙和维生素C 它特别适合需求补充钙和维生素的人群 然而高尿酸患者如果经常使用一些白菜 还能够促进组织中尿酸盐的溶解 促进尿酸的排泄 防止尿酸解释的形成 尿酸过高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小编剧后提醒大家 可以多使用这几种食物 帮助你降低尿酸并预防并发症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